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涨到四五十块一斤了 采药人的数量跟药价成正比 我胆子小在山里一个人害怕就念灵关告 念上十来遍满山的大风就能刮进屋里来 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想老这样打搅祖师爷也不好 能不能叫山神给我找个伴 就这么个念头 第二天天一黑 后山的一只老虎就叫唤着来了 我看见老虎来了 就用棍子把房门顶结实 但老虎只是握在不远处的石头上不动 也不过来 一天两天 每到晚上他就过来 我就知道那是山神给我找的伴了 后来我把门打开 他朝我看看 还是不过来 一个月后 有个师兄上八卦顶找我 我跟他说 天黑了 要来只老虎 你不要怕 可是从那天起 老虎知道我有伴了 就再也没来 后来文革开始了 整天都叫我下山开会 今天你斗争我 明天我斗争你 都是认识的人在一起互相斗 只要是会说话的小孩子 顺便都能开口骂我 就因为我是个道士 就是这样 宗教人成了批斗的对象 就不能再给人看病了 有一天 两个女的来道观 一边求签一边哭 说 想知道家里的人 还能够活多久 我一看千亿是命不当死 就问他们怎么回事 那女的说 她儿子正当年 就被医院说医不了 让回家准备后事了 我见那女人可怜 就悄悄让他们先回去 半夜再过去给她儿子治病 去了三次之后 我把那人治好了 那时候国家乱了 县委书记都被人打残废了 而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当我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时 批斗我最积极的是那个 我冒着危险 半夜救活的人 那人问我为什么救她的命 还不收钱 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我那时候才相信 真的有人会恩将仇报 但我不知道 世道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 人心怎么可以一点道义都没有呢 从那以后 我决定再也不给人看病 我把药疏烧了 针洒在地里不要了 剩下的药一杯兜一杯兜都背去胃盒里倒掉 岸边的人问我为什么遭见东西 我说没了 不能入药了 我想人心坏了 再怎么治都没用 到现在我已经五十年没行过医了 别说药性 就连药名我都不记得了 天上一百个神仙 有七十个都是在中南山成道的 我们入道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修成神仙 要是不能得到做神仙 命就由不得自己 一个人命里注定死在哪里 在坑里还是洼里 那是挪不动的 我一生中见过两次神仙 一次在深山里 一次在城市中 可惜机缘不够好 都没能得到点化 往天上去容易吗 有谁可以一点功夫不下 一点苦力不吃 就爬到天上去 过去的人为了学道 在外面一访道就是几十年 现在很多人上午拜师 后上就想求道 来两回就想学本事 虽说是家传万卷书 真传几句话 没经过指点跟着别人乱修 修出来的毛病死不得死 活不得活 苦恼得很 再好的大夫治不了 还有好多人练碧气功 说胎儿在娘胎里就没有呼吸 他们也要练到跟胎儿一样的没呼吸 他们不知道 如果找不对地方 碧气就是杀人的东西 还有人练碧骨 几十天不吃饭 那是灾荒年间没吃的 熬年井的方法 平常修道是不用的 现在修道的人比以前历朝历代都多 妖魔鬼怪也都出来了 佛家有八万四千旁门 我们道家也有三千六百旁门 这种道那种道太多了 弄得大家不知道哪种是真道 哪种是假道 鱼龙混杂 人心乱了真道出不来 而且邪道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邪道 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正道 所以邪道越胜 真道越退 退到最后再没地方退了 真道自然出来 邪道自然消灭 也有人说 我修的不是真道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血型 因为我从来就没进过医院 我一辈子得的病 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现在人都嚷着要打坐 可打坐的目的是什么 修神仙 一身的杂物都没丢掉 心里乱糟糟的 精力都消耗没了 拿什么打坐 拿什么修 真正在打坐的不是肉身 而是心神 一种姿势 一种姿势长时间打坐 反而不好 气血不通 坐着 躺着 都不重要 坐得舒服 才最重要 身体舒服了 心才能安宁 打坐的最佳时间 是紫时和岩时 紫时开天 丑时开地 岩时万物发生 早上三点到五点 是最重要的练功时间 一个人能一辈子 在这个时间练功不错 一定有成就 但时刻专注守神 也很重要 不要闭气 更不要一守什么丹田 打坐要的是神思不动 神不离身 才能健康 崇阳祖师早说过 外三宝不漏 内三宝自和 眼不观 耳不闻 口不言语 自长生 闭关也是这样 该闭的是 闭 耳 口 三观 有些人只是把自己 关起来不见人 是没用的 即使闭三年 都没用 大道易得 一窍难求 清静经说 人能常清静 天地息皆归 人只要能安安静静 坐在那儿 天地的能量 就能够回来 身心能够合一的时候 身体自然会发生变化 那时候自然会引导我们如何打开那一窍 祖师爷说 大道治简不凡 道是简单的 复杂的 便不是道 少吃荤 多吃素 月光底下 勤散步 万元齐放下 长寿如彭祖 那些故弄玄虚的把戏 是讨厌的 有人问我 现在佛教 基督教 都很兴旺 你们道家 怎么越来越衰败了 我想道教别说信仰了 就是了解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不过我问他们 你们看山上的蘑菇多 还是灵芝多 海里的鱼虾多 还是龙多 真正有道学的人 是不会在社会上出现的 只有他想见你的时候 才会出现 不会挤在明山大川里 让人参观的 他们根本就遇不着 遇着了 你也不认得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相信邪道的人多 相信真道的人少 一个不相信 你就没话说了 每年都会有 慕名求道的人 上到八卦顶 我也曾动过心 收留他们做弟子 和西求道的道路 太辛苦寂寞 这么多年来 这些人没有一个 能够坚持修道 弄得我总是 浪费了时间又伤心 我很少夸人 我在钟南山 过了好几个冬天 山上冷 我倒不怕 但要从下面 淡水上去 路上冻石了 接了冰 滑得很 所以到了冬天 我就来南方过冬 海南文笔峰 是有灵气的地方 白玉禅真人 就是在这里 修道成仙的 他是金丹派 南宗的创始人 这个玉禅宫 是2003年 开始修的 06年开的光 我是08年来的 我在山上 抽了个签 签上有 海南两个字 我就来了 刚来的时候 这里没什么香火 300多员工 半年都没发工资了 最低的一天 只有130块钱的收入 每个月都要亏空几十万 我来了以后 能平衡了 不用出去找游客 游客都自己来了 全国我走过很多地方 哪里都没有 钟南山八卦顶好 那才是最清静的 世外桃源 我喜欢待在钟南山里 简单 清静 不用一直和人说话 最后小万愿道长 得托火牢 语话逍遥 妻破得解 三魂永安 告慰一生所学 希望张道长的一生 对大家的修行 有所启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